今天很荣幸,很欢迎,能够参加贵会贵堂很多的第一, 如刚才这个大家姐妹提起,新十一,原来是唐历的一二十一, 又是大家第一次晚堂也好,黄昏堂也好的崇拜,实际上还是自治物业的第一次启用, 总之很多第一,我竟然有这样的荣幸,来做一个报告者, 恭喜大家新春喜乐,由贵会贵堂,素起临门, 能够以后上帝一路赐福、保守,发展迅速, 我刚才看到那个程序表才知道,我大早提议的题目, 或者追随上帝与同行,原来和今天大家的贵会的总题目, 这个是互相呼应的,这个是做基督的精兵,为主争战, 整装待发,这个是非常之好, 我们知道我们所谓为主争战,为耶稣基督的灾临, 来这个世界和灾临,原来这件事早有预告, 这个预言其实是天下后世,很多人都不断引用和歌唱, 从很多正义和平的人,从这句的预言得到很多古墓, 这句就是说,百利行的法他,你在犹大诛城中为少, 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作掌权的, 他的根源从耿古,从太初就有, 你又不用招极,在哪里,不讲经济,不知在哪里, 不过信息就好像熟口熟面,不用急, 谁可以堪当做这一位,从百利行出来的, 这个永恒的主才,当然是, 而且亦只能是耶稣基督, 问题就是,这个预言是谁说的呢? 你是不是知道谁说的? 其实就不用招极,一定是薇家,就是薇家了, 因为这个出于薇家书五章二节,大家知道, 这里我们的职业病又发作, 为什么职业病又发作呢?每逢提起这个薇家, 我就想提提,我们现在很多人都读薇家, 不是错的,不要误会,没有读错的, 这个是现在的普通的音, 我们从尖沙咀到旺角都有一条, 尼敦道,有英文为证, N-A-T-H-A-N, 对吗? 但是你想想, 我们说是薇赛亚, 很多人唱歌都是你, 你是尼赛亚, 那又是N, 其实, 那个原文是M, 天主教那些薇撒, M, 是吧? 佛教那个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都是M的, 还有些什么呢? 举个例子, 这个字本来是M法音, 到现在还是,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当然是由深圳游泳过来, 这些人是薇家, 你明明是尼家, M, 任你, 无所谓, 但是你看中国传统的字, 凡是笼罩着一切, 盖着一切, 通常都是M法音, 一个墨, 夜墨低水, 大暮眉慢, 对吗? 眉高眉坚, 眉家, 你看, 原文都是M, M,I,C,H, 所以, 你见到人读眉家, 你不要以为, 他是那些乡下音, 他那个才是正音, 你这个眉家, 都正音, 不是不正音, 没所谓, 又搞了一分钟, 真的, 好了, 这个眉家, 和以赛亚, 差不多时间, 在圣经中, 分别列于, 小先知, 大先知, 大家当然知道, 牧师祖和大家说过, 大小先知的分别, 是因为他的蝙蝠, 绝对和价值无关, 千万不要以为大先知就大一点, 小先知就小一点, 不是的, 一样的价值, 都是圣经的, 而且, 他在书卷的长度, 那个信息, 其实都是上帝默示的话语, 这个眉家, 就经历了, 由弱产到弃世家三个王, 他就语重心强, 义正词严地指陈, 当时, 当时是南北朝的, 当时分开南北两国, 指陈南北两国的社会罪悪, 商业诈欺, 政治腐败, 等等, 其实是和这几天暴动的, 不是暴动, 纯行示威, 埃及, 以及很多地方, 那个情况都是差不多, 凡是有人类的地方, 凡是有政治的地方, 就有这些不良的东西, 不是只有一时一地, 所以有时有些, 人的软弱, 有些罪恶, 真是永恒的, 就好像我们今天所看的世界一样, 不过呢, 同时, 他除了指责罪恶, 还宣示了神的怜悯, 就是有公义, 有怜悯, 呼吁众人的悔改, 就是我们今天共同研读的主题, 六章八节, 我觉得呢, 对今天来说, 就是大家, 贵会贵堂, 这个是一个新的开始, 是很值得看这个, 总光式的宣示, 这一节圣经呢, 就被认为, 被认为是, 旧约启示之中, 最重要的一句, 旧约那么多, 甚至整部圣经里面, 都是极之重要的一个经节, 亦可谓是, 金句中的金句, 就是说是, 先知信息中的总光, 所以呢, 这段说话呢, 就很值得我们记得, 幸好, 很精简的, 几乎你读三四次, 就已经念出来了, 西人啊, 我们一起读一下他, 好吗? 西人啊, 耶和华尔指示你何为善, 他向你要的是什么呢? 只要你, 四样东西, 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恒, 行公义, 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恒, 公义, 什么叫公义呢? 公义呢, 公义呢, 就是公众认为正义的原理原则, 公呢, 就是公众的公, 不是说某一批人奉他为主公, 这样的公, 即如, 我们很多人都来自香港, 都关心华人的消息, 例如最近, 司徒华先生去世, 包括连他生前的那些政敌, 都真心, 或者半真心半假意, 这些政敌, 这些政敌, 至少赞他, 个人的操守, 就不才不识, 很难做到的, 这两个事情, 说了容易而已, 尤其是政治人物, 对不对? 你看见另外一个维苑阿光, 这么年轻已经散了, 没有什么前途了, 几十年经过的考验, 不容易的, 我常常说, 我们的圣经里面, 以色列人的唐太宗, 即是大卫, 大卫犯了, 阿成龙所谓男人, 很容易犯的, 你知道, 其实我们, 因为刚刚那个试探不来到, 我们就可以夸口, 所以有时, 我近年都会觉得, 主土文有些说, 是非常真金美玉的,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这些是题外的说法, 其实都是和那些诗题有关的,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拯救我们, 脱离凶恶, 我们每个人都耳熟能长, 每个字都很适合, 我们基督徒知道, 基督徒不是好人来的, 基督徒知道自己不能做好人, 要靠神的力量, 我们没有拍下自己的良心, 说凭我的良心就好人, 这就叫做自意, 基督徒知道自己软弱, 知道凭自己做不到好人, 但是我们很渴望做个不好坏的人, 所以求神联敏,求神带领, 所以就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我们经常说不要花口, 如果试探一大, 我们所骂的贪官污吏, 我们所骂的其他人, 全部我们都会犯独那些, 只要试探够大, 只要试探大过我们的能力, 所以就求神联敏, 这个说话很好, 所以圣经里唯一的好人, 就不是人的神来的, 耶稣基督, 其余, 大弟子彼得, 三事不认主, 是不是? 大卫, 其实平心说, 如果我们有大卫的地位, 看到眼前一亮的绝世佳人, 竟然嫁给自己一个这样的守候, 你有什么福气, 你的太太那么漂亮, 我都没有, 你又有, 于是指他上去韩战, 这个是三八线交界, 打死为止, 乌尼亚文, 乌鲁鲁鲁鲁鲁, 以为自己做了忠神, 查实就是什么, 啊, 是这样的, 人的软弱就是这样, 你看看, 他作的诗篇写得这么好, 是不是? 太二色, 你人立这么大的功劳, 一样会犯这个错误, 他尚且这样, 何况我们呢, 所以是很警惕, 好了, 这儿, 临时增加的, 又多了一分钟, 好了, 讲回司徒华, 就是, 说他不才不识, 挺不容易的, 是吧? 还有呢, 对于民主人权来说, 有始有终, 你即使未必完全同意他的主张, 起码佩服这个人呢, 是有始有终, 坚持的原则, 很不简单, 这就叫公义了, 即公众呢, 發乎内心, 无法只不承认, 这点真是何取的, 当然如果我们, 就这方面来继续追问, 为什么公众会对正义有共识呢? 即如所谓公道自在人心, 那人心, 为什么会有一个共同的公道呢? 一想到这里, 我们就不能够不承认, 正如《以乎所书》四章六节所谓, 超乎众人之上, 贯乎众人之中, 亦住在众人之内, 是有个真善美的最高标准和根源, 这点非常重要, 你记得呢, 我们这些行家, 我们的前辈, 所谓新儒家, 这个香港中文大学, 新亚书院那几位名教授, 唐军毅先生, 茅聪先生, 他们一生都是很抗拒基督教, 很软拒, 他经常说, 没错, 你们基督教好东西, 你们有个上帝, 这个上帝是超越而外在的, 我们中国儒家相信的良心, 是超越而内在, 超越者即是高于众人之上, 是内在于众人的良心, 所以我们有良心就够了, 不用信的, 其实我们很多中国人都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知道你基督教好, 我知道你教堂不错, 但是我凭着良心做事都很清白, 各信各, 你们去拜你的耶稣, 我拜我的良心就够了, 很多人都是这样的, 可能我们以前自己都是这样想的, 其实他们误会了, 我们的上帝不单止是超越而内在, 同时也超越而内在, 亦观乎众人之中, 我有时候很远色他们博纳群书, 号称都读过圣经, 所以有什么, 但是这句这么重要, 这句都疏忽了, 超乎众人之上在上面, 但是又观乎众人之中, 你和我可以沟通, 又住在众人之内, 大家看过经节, 《以忽所书》四章六节, 即是说, 内外和贯通都是他, 并不是单在外面, 那为什么会公道自在人心呢? 为什么人心会有这个公道呢? 如果我凭着我们的良心就行, 那我们人过去之后, 死了之后, 那个良心就去了哪里呢? 即如佛家, 也是不相信有个造物主的, 佛教相信生命是不生不灭的, 永远下去, 我们做人这一节, 只是三世因缘之中其中的一节, 那问题就是, 人死了之后, 那个心, 那个本色是去了哪里呢? 始终是解释不到, 如果我们不承认有个造物的根源, 不承认有这个真善美的根源, 一切其实是无从谈起。 好了, 如果我们真的无法指不承认, 或者心越诚服地承认, 是有个主宰, 有个真善美的上帝, 我们就会怀疑, 那些否认上帝, 认为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代替上帝的人, 他们所谓公义是用什么来做标准? 如果没有了一个超乎众人之上, 但又贯乎众人之间, 又住在众人之内的上帝, 那公义又何来呢? 对不对? 所以又提到华叔, 司徒华先生, 他最年轻之时当然是共产党员, 当然是无神论, 共产党的圣经就是国际歌, 其实没唱过都听过, 第二节讲得很清楚, 有没有听过? 那些旋律, 每逢看那些旧时的电影, 那些共产主义的烈士, 去预备去接受打靶之前, 那些音乐就起, 有没有听过?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 也没有神仙皇帝, 要找尋幸福快乐, 全靠我们自己。 多厉害,多厉害, 对不对? 不过你问真下, 你说你双手创造命运, 为何令到我们双手, 不是白足那么多爪呢? 为何我们懂得爪尋这个公义呢? 知道这个好事呢? 其实到这么长时间你就要食役, 所以难怪这位, 年轻之时信仰无神论, 信仰唯物主义, 信仰唯物主义, 这么长时间, 在七十年代初期, 就在尖沙咀浸信会受浸, 而且他一直都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基督徒, 到最近他就用基督徒的仪式, 当然绝对不是因为他那个初恋情人, 王小姐, 林去世之时, 最后的祝父就希望他信主, 所以他就信, 爱情是伟大, 但是一个人信主, 不会只是因为这件事, 司徒华先生更加不会这么简单, 如果他不是真的觉得, 真的有个造物主, 觉得神是真善美的根源, 他就最多放王小姐的照片在那里看, 我都知道你好, 但是你信你的耶稣, 我仍然都爱你的, 他都自己去浸了, 就是证明他自己真的都相信, 是不是? 而且他凭着由主而来的勇气和努力, 令他贯彻他的理想, 是不是? 好了, 不过从另一方面, 我们人的罪性, 就令到古今中外很多人, 很容易以置意为公义, 公义很容易讲, 讲讲一下就觉得, 我那一套就是, 我那一套永远对, 我凭良心做事, 我的良心就是良心之中最有良心的良心, 最高的, 我认为对的事就永远对, 这个就刚刚, 就陷入了我们基督徒所知道的, 最大的软弱, 基督徒所谓的罪, 我们知道, 先不和guilt, 亦不和crime, 其实是在翻译上有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不等于我们中国人传统讲的罪, 所以很多未信的朋友, 时时对这一点, 比较反感, 比较不容易接受, 觉得我行得正, 站得正, 是不是? 我又没有偷黑摆片, 家人不邪道, 干嘛一开口说我有罪, 我真的不服了, 其实觉得自己无罪, 这个就是最大的罪, 所谓原罪, 并不是做那些世俗的罪恶, 不简单, 而是我们内心的骄傲, 觉得没有了上帝, 觉得我自己就是上帝, 从来没有救世主, 又等于几年前, 明报月刊披露, 毛泽东先生, 二十多岁之前, 在湖南师范大学, 那个日记写得很清楚, 这个世界是谁是上帝的? 只要我得自我就是上帝, 白纸黑字讲明出来的, 即是说, 有时人心的骄傲就是如此, 又等于前宗书先生用过比喻, 他说那些猴子就是猴子, 爬到上个树顶, 你觉得他的屁股是什么色? 红色, 哎呀,变了红色? 不是啊, 他坐在地上之时都是红色的, 不过你看不到而已, 即是说人心的骄傲, 就算他做一个幼稚园的低廉单身之时, 其实都是他跟在里面, 不过你和我, 大多数一生都没法做到政治元首, 没法做到在天安门上面, 人家山枯万岁, 一旦有这样的权力备位, 我们不敢骄傲的, 是不是? 中国以前有句话, 做男人最希望什么? 醉俄美人室, 盛握天下拳, 即是喝醉酒的时候, 酒了两杯, 有个美人, 坐在那里, 你挨住, 摸在膝头, 哇, 无比温馨, 一醒, 一醒, 把握着天下的权, 奥巴马来, 奥巴马摸到那里, 陶哥, 我吩咐你两句, 胡主席就走过来, 哇, 真的, 大丈夫当如是也,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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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就是, 禁口一出, 就是法律, 是吧, 推出五门, 隐怀他,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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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义, 自以为公义反而多恶不义, 那麽, 辣瑞党, 那麽, 你在 Violet , 我装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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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之后, 本来, 这个纳粹党怎样,如痴如醉,这么优秀的德国人都变成全听了他 又看回日本侵略中国,这里比较少一些,西人关心,欧洲的东西多一些,中国人自己拍多一些 当时有很多人跟从他,为什么这样呢? 所以战后很多德国人都自省,自己反省 德国真是很优秀的民族,很多文化的,你看很多科学就不用说了,个个都知道 音乐是3B,贝多芬,柏拉姆斯,巴克,哲学是有个康德,文学是有个歌德 人类文化,凡是说出来的东西,德国人都有一把,一直位而且是很高的 但是这么优秀的民族,这么好的文化,为什么那个时候全民如风如狂去拥戴希特拉 做出人类史上最大的罪恶,就是将当时1800万的犹太人杀了三分之一 为什么呢?甚至战后,凡帝光教会,甚至德国那些新教会都检讨 我们奉主名而立的教会,究竟那个时候做了什么呢?对于罪恶,为什么我们不防止呢? 为什么会容许这件事呢?等等 但是当时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跟他呢? 就是说,很多时候人的野心会曲解公义,利用的公义 幸好正如林肯所说,只能够误到一部分人 这一事不能够欺骗所有人于永远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没有人能够欺骗上帝 到最后最终会知道 公义就是安定人心,保持喜乐,促进幸福的要素 这些大家如果有兴趣,比如针元诗最多这些预句 11章10节,23章,22章,25章,29章,2节都有 针元诗里面就是格言的总集都有说 已经举出很多例子,即是说公义的重要 理行公义就称为义人,他的道路就像诗篇第一篇所谓 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暂聚人的道路,不助涉万人的座位 此是喜爱上帝的律法,就也思想 等于我们公道自在人心,人心这个道德是由人 好像孔子所说,为人由己又由自己的心出来 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这个人心 为什么人会喜欢上帝的律法 孔子说过,义是人路也 孔子说过,人呢,仁义道德的人呢,就是人的心最安乐的屋 义呢,就是人的心最康庄正直的一条大路 寒语也说,行义而知之为义 博爱之为人,行义而知之为义 你去跟着他走,而走得很舒服的,就叫义 所以仁义的意义和适宜的意义是相通的 所以香港有题外说话,香港有位相识者,不算是很熟悉的朋友 何文慧博士最喜欢矫正人的音 就说我们个人读有二万岁,其实那个意义是错了,应该是有二万岁 所以他说得有道理的,不过语音是会变的 因为仁义道德的意义,跟我们有义的意义本来是一样的意思 适当的事,你做出来而内心很安乐,觉得很妥当 那就叫做义 所以古人造字,就仰字下面做过我,仰是代表美好的东西 我认为美好的东西,就为了解 这里又顺便提,这些是对的,有文字学的根据 但是说船是舟八口,就是代表罗亚方舟的生意义,这些就叫做胡说八道 并无根据,穿作附会,令懂的就笑死,不懂的就吓死,绝对不是那一回事 更加不是贪婪的男子,那两个目就是男,什么是字维书,那个女儿就是阿娃 到那个英文名叫做伊华的人,真的很激气 不是那些东西,上帝给我们看事,你看圣经有条理,有层次 不会忽然扔个字来给你猜灯迷,忽然找个字来给你穿作附会 这件事就建在新加坡,压了一些西人,然后就透过他们的手传播全世界 你想知道是不是最好自己查文字学的书,有多少证据,讲多少的话 当然他们的动机本来是好的,就是想证明原来中国的古人,那些字都有神的什么什么 但是是不是真的那一回事呢,如果其实是不是的,是懂小小办代表的 结果令到那些本来就不太信,或者想信想不信的人更加觉得 但是真的有题外的题外话都要讲讲,我三个星期前在报纸上,在青岛报纸上讲过 在某个教会,不要讲个名字,没问题 他们本来都是好心的,忽然有一次在那些长的桌上的教堂,发现那些就是奉献风 里面有一句说话,引起来,这个是司徒行转,不知道一章八节什么东西 你要传道到,将那些福音传到澳大利亚,纽西兰,东南亚 哇,圣经会提到澳洲纽西兰,吓死了 还有词,还有章节,当然那章节很出名,查查到,要传到以色列附近的地方,你看看圣经就知道了 我当时觉得很意外,圣经的原文都可以改,不行的 改译就不同,改译就有根据,譬如说,圣经最初译之时,可能当时人对漁文不是这么理解 我们不想举例,举例就过了,终不得了 所以这个有根有据的,重新译可以,但是不可以用现在已经有的圣经根据而改头换绵 你还加上引号,买出处,那句是经文 你想想,让那些微信的,甚至信徒一看见会有什么感想 就是人们觉得,哇,你的基督徒,连圣经的东西都假的 你所说的东西我还减信?对不对?会不会有这个影响? 我们有根有据,那句真是根据自圣经的 至少我们理解上有什么差别呢?在讨论,但是不可以改原文 不可以自己互乱地改,你还加上引号 你应该说,圣经的原文是这样的,让我们从澳洲做起,让我们从雪梨做起,让我们从方内做起 你不能说圣经有据就说到东南亚,圣经你说最好住在Pennant Hill 圣经里面大概都有扫其山的,不过就不是这个Pennant Hill那里糟了 所以有时不可以好心做坏事的,后来有个帝兄细心 他说看到他那个奉建坑上面有个图,那个图是以南美洲为 为整个世界的中心,可能那样东西就起至于 这个中南美洲那些某些人的做法 然后这里有些热心的人,看到有点有趣的,就照整下去 是不是?这件事,我替他们的牧师,牧师做很多东西 就怎样能顾到那么多东西呢?但是有时这些东西,最后责任就是牧师 主任牧师,是不是? 我们说可能是那些年轻的热心的工作人员,有时一时好心 或者热心,但是不要紧要,大家互相提醒 好了,讲回这里,又多了,又过了两分钟 这个韩宇就说行而而知之为以,公义是要履行的 孟子说义是人路的,那条路你要走就行 路是人走出来的,老须说你不走就不是路 行而而知之为路,所以义是要行 所以圣经的原文是当初翻译的 人家知道,行公义,公义不是用来说的 是要行,是不是?如果屠托空然 就变成所谓明的罗响的德 提到明罗,即是打响的罗,拔拔拔,即是另外一种罗, 明罗响拔,我们想起清末文初,广东有个文人叫何淡玉 就很擅长于写一雅一族,一张一鞋的对联 昨天刚刚有一个教会请我讲福音对联 我都提起这件事,五月王回天对三星拔难地,无酒安能要月饮 对有钱最好吃云吞 这些另外的问题,我今天不是上那样东西说 何淡玉的对联,他说世事若明罗,只为同多开口响 那些同多开口响,那些同多的罗就大了,那些罗大就敲响了 即是说那些人的money多,就出价声大一点,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将来也是 本人说话没有人听的,李嘉诚先生说的,不得了,影响香港金融 起码影响香港的超市,同多开口响,同就是money,那些钱是用同钱 世事若明罗,只为同多开口响,人情如激股,人情就好像打股 佳因皮厚就发声高,那些股,那些皮越厚,那个声就越大 哼哼哼哼哼响之类之类,这句说话当然是讽刺 同片就是金钱多的人声音大,面皮厚的就是勇于發表的人说话多 这句说话当然是讽刺,不过,从正面来说,不论是有辈之才 红厚,或者无辈之才的封信,再加上勇气充盈,表达的能力自然高 人的因子真的不同 有些人就是特别善于表达 平生说我又会半句题外说话 我坐在这里 最接近这位姊妹 在弹琴 我生平对音乐最自卑 因为小弟 不要小弟了 七十岁了 到现在还没识五线谱 大概今世都不识了 我就好算 没有人的音乐好东西 十字千字弹弹 音乐就出来 我又一次船无 每逢坐井 见到人弹琴 我都很佩服 为什么会懂的呢 我连看电影圈谱都没看得到 又是四部一起来 所以 因此各人不同 有某些因此的人 就确是一种 很值得船无的一种福气 如果那个人的因此 是在一套理论 很善于语言文字 自然成为演说家 成为这个是 就是做我们行家 都靓一点的 做先生又生猛一点 做推销员 什么什么 于是人也容易 在这方面骄傲 有关公义也是这样 所以如果有些人的恩赐 在乎关于公义的理论 他自己不一定做得到 但是他就讲到似层层 头头是到 于是就无论谈说公义 甚至有时如果他肯实践公义 他成绩都被人家揮祸 于是也很容易 忍不住人家的笨顿 我们人也是一个缺点 我们自民一样有 所以人家也教训 我们读书人 要加善而经不能 特别是有力量做到 班主任先生 最重要是这个 加善者 加许那些做得好的 但是经不能 同情那些做不好的东西 有时人越聪明就越容易骄傲 越容易看不起 忍不住人家那些慢 为什么你这么笨的 叫做什么教授 刚才普通不懂 我很自卑 爱不懂 为什么你中文那么水 人家英文好 或者希腊文好 中文就稀少少 人家容易 有自己的成就 觉得很容易 我这件事我很好 为什么你不行 忍不住人家的笨顿 还有看不起人家的低劣 所以行公义的再进一步 就要好怜悯 是不是很有层次 怜悯 连率同情人家的不行 有时我们有些权力在手 譬如说 做班主任 是一个权力的 我们自己二十多岁之前 都试过类似 不过幸好没有做得太错 你为什么整天都迟到的 这样骂大力 是迟到是不对 但是你想想他的困难 你查真一下 去家庭访问 原来他是黄仁虎 或者黄仁炮 有个这样的人 你懂不懂黄仁虎 黄仁炮 不懂 我也不懂 黄仁龙就懂 大家知道我讲什么了 黄仁龙小时候 帮他爸爸卖雪糕 照着推雪糕车 上去花园道卖鱼 然后才撲到 这样回去黄仁读书 你想想 假设他有个弟弟 但他黄仁龙的弟弟 当然叫黄仁虎 那些人很流行 中国人改名 当然是龙虎炮 再生下去 是黄仁虫的 一条虫 那一条虫 你想想 真的有些学生 我教的那间英华书院 还没在港大教之时 在九龙城 很多人之后 就真的帮爸爸妈妈开 当了报纸 这样那样 然后赶着 斗章油条 随便挖飽肚子 便撲到回学校 那经常几乎迟到 是不是 而且那个时候 哪个私家车接送的 没有东西的 你以为近年那些 中文大学毕业生 不懂绑鞋带 在伦敦搭飞机搭不行 搞得要抗议那么紧 现在那些都生惯养了 那时也不是的 我们读书支持 甚至教书主要是乘巴士 乘巴士 你知道那时 巴士分分钟飞站的 那便迟到 那你有时 所谓家善而经不能了 知道他有这个缺点 你去查查他 哦原来这样 于是你想办法帮帮他 是不是 看他怎样可以两全其美 这样才是掌握权敌之道 不是只是有权在手 就罚人 当人 抄十次 抄一百次 那时方文有一篇 叫做黄编 如南外史 我们那时 在中学的时候 那些乘巴士 最兴罚的方文学生 一做了方式 做乘巴士 又有权在手 便巴另那 你抄上有什么意思 佛人抄书 是最没意义的 最好你佛人念唐诗 更好 你佛人就罚了 他将来可能成为唐诗作奸 当年邮吉尔都是这样 邮吉尔年轻时 很顽皮的 班子又没有他 指他出去 罚企都不行 罚他念圣经 结果 你知道英文的圣经 同时是好好的英文作家 你知道英文要好 一定要由 所谓的Key James Version 一定要念圣经 那些好具文学 都是从那里来的 所以 你如果 你佛他念唐诗 那个人三百次 你就佛了他三百首 三百首念 如果他再什么 就佛他念古文 他渐渐就成为一个中文作家 那还好 佛他抄书 最没意思 我最记得 以前的小孩 你佛他抄书 他摘了几支 原不一齐抄 真是流水作业 Mass production 震势力 那你有什么意义 你的惩罚要有积极意 要有建设意 才可以 游过了三分钟 不行了 不一会 就在那里走的时候 李牧师说 你今天 好 那个讯息本身 不知道多少分钟 但你讲了题 他说了十分钟 什么 李牧师 不吃饭 不吃饭 不要紧 吃粥 吃粥 所以无论论语 和中容 都有一句教我们 叫做 家善而 经不能 家 就是家短公司的家 经 就是经贵同情的经 就是赞美那些 能干的 有长处的 同情那些 不行的 对那些卓越的 要有空襟 有见识 这样赞美 能够赞美 人家的长处 都是一种空襟 人很容易 妒忌人的长处 为什么 你得 我不行 如果我们 所谓人之有善 弱己有智 充心地欣赏 人家的长处 是一种很难得的 对落后的 也有同情 有鼓励 这样连述 很好的 所以 像圣经说 马太福音五章七节 都说 连述人 那些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 必蒙连述 圣经也教育我们 用那个 仆人的秘语 主人都连敏了 仆人 仆人出去 反而对别人 哭乞 上帝对我们 都常常放我们一马 我们自问 苦心自问 特别基徒 应该这样 以往都不知道 虧险上帝多少 做错多少 目前都还在做错 上帝都还容许 我活下去 还给机会 我更新 这个人对人 的同情连述 最重要是 自然的 发乎内心的 所谓是 助人为快乐 资本 平安喜乐 所以 行公义之上 有个好 怜悯 不要疏忽了 好 这个怜悯 不是板起 面孔 不是乌神 黑面 我给你一次机会 我怜悯 你了 那就不是叫好怜悯 真是内心 有种连树同情 有种觉得 想当年 我一样有 这个缺点 或者我苦心自问 我没有 这个缺点 我们互相怜悯 互相同情 那叫做好怜悯 那个好字 很重要 我们知道 从上帝以来的爱 仍在真挚 而且长久 不过 仁义的人 好人 也很容易 由沾沾自喜 自信 而过度 自豪 自娇 这一点 我们就觉得 就是基督福音 基督教信仰 成全超越 过中国传统 我现在都被人误会 被人骂 有些同学 有个中文系教授 信耶稣 信佛教 因为自己中国 传统文化的东西 耶稣是西人的东西 这当然是误会 如果不是 我都不用写 那本《中华三教与基督福音》 有很多人有这个成见 特别是来自香港出身 因为某些同学 总是觉得 天下的真理 只在中国文化 中国文化是他的专利 讲儒家思想 而且只限他们讲 你以为 别的学问 别的信仰 能够好过中国的 不足之处 他就不肯接受 这个就是一种 自娇 自豪 即使人是容易这样的 那些本身能够做好事的人 也很容易会尖尖自喜 会自信 过度自信 就变成自豪自娇 觉得 啊 所以有时难怪 又提外说话 上帝做我们人 本来好事 又懂得直立 又懂得手指弓 对着手指 一个腹口 所有动物都不能够这样 圆喉都不行 所以我们可以拿个工具 但是人也很容易 你看看 很自然的 刚刚他手 距离的半斤一整 刚刚的手指弓 就指正的鼻歌 任何人都做到 所以不是说笑 真的是文字学扣造 你知道自己的字字 为什么呢 你读过文字学 就知道很浅的文字 但字字就是鼻的象形 所以指自己就用字字 字字就是象征人的鼻 眼而口鼻 所以后来那个鼻字下面 就是字字下面加个鼻 是不是 字字下面加个犬 就是臭 臭就是本来smell 狗是人类所知的生物之中 臭国最灵力 超过人四万倍 所以那个臭字 字下面做个犬 后来那个臭字 表示是那些坏的smell 所以另外加个口字 做to smell 去臭国的臭 那时候小学一年班的学生 或者做妈妈 做妈妈最重的一个移民教师 最好有些文字学的兴趣 你教得个新人仔 晋晋有味 知道中国的字 原来是这么科学 这么有道理 不是死板板 抄这样的字字 做个犬 其实他不明白 为什么弄个字字在那里 为什么下面加个狗 不明白 你解释给他听 他知道原来的字是有道理 我们服从这些东西 都是服从的道理 不是服从一个权威 这就是民主科学同时的教育 我时时觉得教中国 是应该这样教的 其实一步两步那步 为什么那里不点那点呢 我们自小个个都点了一点 就被人抄了百次了 一步一步那步 下面一个子字下面 什么点呢 那里是不应该有点的 因为上面那个子字就是我们的脚板 下面一个字是他字 就是他着拖鞋的他 就是那个子字的反转 一个这样就有一步了 这位弟兄想想有什么指教 这个真的不知道 唯有说很古 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记录 又没有记者拿着个麦 请问这位先生 为什么要做这个字 香港人发表一件事好不好 那个时候当然是知道的 几万年前的人都知道 狗是人家最初的一批动物 所以犬马之鲁就这样来 狗原本也是狼来的 狼之中有些 为什么你不用纯服 你知道狗是很依恋的主人 这次渐渐渐渐渐渐就痊化了 是不是 再说下去 李牧师只是隐无可忍 他说 认识陈先生 你不介意看一下 我们今天的讲题 这么说 不过李牧师很修养 说回这里 将来时有适当的机会 我们多一些研讨 在这方面 有些事情真的不知道 中国的文化远远流长 很多事情 你知道甚至造字 绝对不是瘡极一个人做的 那个时候的物质条件 那个时候的传媒条件 有什么可能一个人可以做 所有字的人跟着呢 做了都沒人聽,其實是不約而同很多人同時做,蒼蝶是其中一個最出名的整理者之一 你想想,現代也不可以,等於大雨治水,其實也是 有什麼可能用那個時候的人力,現在我們開隧道也有一個好像鹽不炮的機,就開到 一個人可以治你黃河治水,做一個無形的治水 那些無形的水,真的河水,你就出了那條水,漏了水,你都不搞得行,我們一個人的體力多有限 我們用上帝給我們的腦,我們知道很多事情是要想過才會相信 這個散會之後,印象最深,就是他講了很多次,說到這裏 中間就穿了,好了,說回來,所以,我們很多人注意,表面就會染色得很老年,很道家 人老精鬼老年,但是其實自己的內心總是知道,就算自己有時自欺,欺到幾乎不知道,上帝總知道 中國有個說話,舉頭三尺有神明,其實基督徒知道不止三尺,無限尺都有神明 而且不限於三尺,內心一樣有神明,是不是?不只是舉頭三尺 有些人舉頭三尺有神明,我以後永遠舉頭只舉二尺狗 騙到上帝 所以,行公二號年文,再高一層就是全謙卑的心,是不是? 很好的原文,我也痛恨自己讀聖經讀得像,我五十多歲才受診 以前不是不信的,模糊之間,我從來沒有抗拒過,也從來沒有信佛教 這一點要澄清,不過我們是細水長流式,又不是忽然家庭突變,或者忽然九種男性一起發作,然後全部好了 於是悔改歸主,那些是好戲劇,但是我只是細水長流,近一點,近一點,近一點 當然移民也有少許關係,移民多些時間自省 好了,我真的覺得,有幾節聖經我特別感動,好像臨前四章七節 似你與人不同的是誰,你有什麼不是另受的,又是好 恨不早讀聖經,真是很好的話,行公二號年文,這個自然感覺到 好幾年前,讀到這次真是好,全部包括了這個意思 而且這個層次很好,一會兒我還會說,似乎中國幾種如道佛的思想,甚至什麼 剛剛就是這幾句說話之間的層次,一會兒我會看 傳謙卑的心,這個傳字也很好,傳者存在的,保存的,耐久的,自發的 不是裝出來的,比起工商業社會視為當然的 王婆賣瓜,自贊自誇,我們中國去年的經典教訓當然教人謙卑 講到這一點,當然我們就說,有什麼特別呢? 是,你聖經是叫人傳謙卑的心,我們中國人就講謙卑,有個七省其王叫曾益謙 是不是?我們人人人人都謙虛的嘛,你陳某寫一部書都 某某不興指證,那多謙卑啊,是不是? 雖然心也未必,如果你真是指證的人就反面了 講一下就當然,個個都很謙卑的 但是我們要比較分別,這個又是近年的一種覺悟 中國人講謙虛是怎樣?出自易經,滿朝選,謙仇益 好像一杯水一樣,你一滿,他就寫,是不是? 你謙,謙者虛壓,他就會增加下去 所以中國古代法明一樣很簡單的東西,我也未見過 不知道怎樣的,據說,裝一半滿,那個杯子很硬陣的 一滿一點,他就整個自動倒寫的 氣滿則福,所以就警惕的人,你不要自滿,你一自滿你就會倒寫完 如果有人現在再做一件事,一定很好的,推銷一下他之類 就是那個杯子,裝一些水,裝一半,他就很穩陣的,很像不倒翁 但是再滿一點,他就會自動倒寫,你要警惕一下,是不是? 中國也有這麼說,滿朝選,謙仇益 於是有些人就說,我們中國是不是重視謙虛 你打電話,補很多中文的名字都有謙字 但是我們有要明白,滿朝選,謙仇益 謙仇益,謙的目的是想仇益 仇益,仇益者即是即數 即是得到好處,即是謙是一種手段 仇益才是目的 我們做什麼謙呢?真是有道理的 謙,第一,就希望人家真是指教自己 而且更重要是防止或者減少人家的妒忌 中國是一個人情很早發達 很早就知道世故人情的民族 早熟很多,老年很多,但是它是人際社會 等於中東就是人對神的關係比較早熟 希臘羅馬就是人對科學,人對物質的關係比較早熟 中國就是人對人的關係比較早熟 所以在中國傳統,無論是諸子百家,那些倫理道德特別說得好 就好知道人與人之間最難搞,而一定個個內心都有的就是妒忌 我們不抵得人家有些東西比自己好 不可以我不妒忌人的,其實這個人就是很驕傲 覺得這個人不屑給我妒忌,他們未到給我妒忌的資格 一旦碰到,平心說真的,是不是 我都不敢舉自己,對不對 你說我不會妒忌那些男子英俊的 你一看到劉德華,真的錯了,幾十年來 由扮康熙到現在,仁又可以沒有就不錯,不不錯 你會覺得一照鏡,為什麼我會這樣,他會這樣呢 那我就不妒忌,人總是會的 你碰到敵手,碰到你真的 你認爲那些水準就會有種不愉快的感覺 我们不要唱高调 有谁不会 你说不会 因为未碰到 未碰到你认为是敌手的人 我们会觉得 我们如果不骄傲 上者难免人家会妒忌 如果我们骄傲就死多几前冲 所以 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功利的考量 但是我们基督徒 敬礼上帝人就知道 其实我们人是很多种软弱 又带有原罪 算什么呢 上帝竟然顾念我们 连出我们 给我们机会 去更新 给我们机会去什么 所以我们这个谦虚 本身就是目的 不谦不行 基督徒的谦虚 就知道自己周身软弱 感谢上帝成全包容 我们这个谦不是一种手段 不是想被人妒忌 那么简单 我们这个谦就是 有些自残形卫 有些是感谢上帝的包容 所以 时时说 临前四章七节 那个临多前书四章七节 是极好的金句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 本姑娘说夫花茂 严压群芳 为什么上帝这么给面 弄到这些细胞 刚刚分裂得好 令你这么漂亮 杨继飞一个 照飞燕 如果当初那些细胞 多一点 你就变成卖余性的妹 其实都是人 其实都是人 比如说 本人财高八斗 那两斗不去哪 是那些维传细胞 或者某种恩赐刚刚有 刚刚用正的一个时机 比如古人重视诗词 刚刚古代重视诗词 那他就怎样 李白道夫生在今日 米都没得黑 现在用电脑 还施词 现在应援 李白都更好 李白喝醉 也会写蚂书 李白年轻时 在胡人地方住过 是不是 道夫硬了 所以有时 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 令到我们觉得 有某种长处 是谁呢 就是要贫因 等于有些人说 娱乐圈的人 特别孝顺父母 因为觉得自己 怎么这么帅子 这么帅女 都是全球爸爸妈妈妈 你看谢霖凤几年轻 就因为据说 你说谢霖凤也好 谁也好 别管他 哥拉也好 是很美丽的 所以他刚刚都遗传 因此遗传他很不错 那么他便于是 连开车抄牌 都可以代代他 到现在都很红 张柏芝又据说 是Eurasian来的 所以混血而言 漂亮漂亮漂亮 一想 为什么会这样呢 如果你说感谢父母 不如感谢父母的父母 父母的父母 到最后 就是做物主 对不对 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 我们的长处有什么 不是由神而来的呢 弱是领受就为何自夸 荒惟不是领受的呢 这个真的是无古神中 令我们油冲地欠虚地 感恩 知道我有少少的所谓长处 给上帝用 是上帝对我的恩述 不是我自己有些什么可以夸耀 这个很重要的 人很容易觉得 我就大力过你 我就比你 我说话就有什么过你 我的隐瞒就好过你 是吧 能够有这个念头 我们人就会真的游冲 还有又醒着 其实我有很多东西是好不如人 不过刚刚那些东西 现在暂时就什么东西 上帝又包容 所以我们未信主之时 经常觉得基督徒好像很造作 哦 感谢主 哦 归迎要于主 后来自己信了之道 实在有道理 人是要不断提醒自己 才会谦卑的 否则即使基督徒 一样会骄傲 是不是 我信得给你虔诚 我讲道给你好 我唱诗唱得给你好 是不是 做什么你会唱得这么好呢 是不是 为什么你不叫豆沙喉 这样一 当然上帝无比偉大 无比崇高 但是上帝也是非常似 我是非常亲切 你整个人类来说 对每一个人来说 都不离不弃 《神就是爱》 《约翰一书》四章八节讲 我们可以也应该 默想上帝 感谢上帝 信靠上帝 所以就要时时刻刻 与他同行 所以刚才 又是不若儿童也好 大家有心安排好了 大家敬拜队 谁曾应许 这个第二个 我抄不住了 我都姓词不熟了 我知谁掌管明天是不是 那两个都很适合这个主题目 就是说 我知道谁是带着我 正如大家都很熟悉 福音书局也有时候 很著名的话 原本出自一首诗的 就是沙滩上面的足跡 我个人都见过了 是不是 沙滩上面的两大两小的四行足跡 原来就是一个大人带着的圣子同行的足跡 人同行的足跡 中间有一段足跡 只有大的没有小的 那首诗 那首诗 几年前的版权也有人增収过 图也画得很好 那人就问上帝 你说是 你带着我一带走 那为什么有决得 只有大人的足跡 那时候我在哪里 上帝的答复就是 因为那段最困难的时期 我只是牽着你的手走 都不够 我抱起了你 凡是做过人父母 凡是看过自己小时候 被爸爸妈妈牽着 拉着手的照片 都会感动 上帝对人就好像 父母对儿女 提攜奉父 为其不仇 所以这个圣经的句真是好 这个世人耶和华 要先指示你何为先 所要的就是 行功二号联满 全谦卑的心 而你的神同行 这四个要项 有些解经家认为是平衡的 行功二号联满 全谦卑的心 就不是层低 我的感觉就是层低 层低 就是一层高过一层 一步步上去 大家可以再想 其实平衡也有平衡的好处 不过我有个领受 这是最后一点 就是站在互教学的立场 我个人或者早期都是对这些有兴趣 对这些学术思想 朱子百家 所以做了基徒之后 对这个问题 特别喜欢学习 就是站在所谓互教学 站在比较宗教学的立场 我觉得我们有时传福音 这个常识都是需要的 千万不要拿着某一些东西 当成为十灵丹 对任何人都说同一段的说话 念熟了那对 谁知道被人一反卷质疑 你就不行 或者对方本来都属圣经的 比如你睡过那些佛教高手 他早期都是基督徒 或者他为了要应付基督徒 他本身都读过很多圣经的 例如去一世 以前那个印顺导师 学问最好的高僧力 你如果对着他讲的圣经 他还熟说我们都不奇怪 佛教的东西 如果不懂 你怎么可以劝到他呢 一定要孙子兵法有说 知己知彼就百战不残 上边有题外说话 有很多人误解了 以为知己知彼百战百姓 孙子没有说这句 知己知彼都不可以百战百姓 为什么 澳门大战澳洲 你怎么可以百战百姓 北战的意思是不输 一看见不对路 对方是澳洲 我们澳门走了 那就算了 那就没输了 你趣味就是唐碧当元 自己一元两级对人家 重两级就会死 所以知己就了解自己有多少根两 知彼就知道对方有什么分量 百战都可以北战 最好说不战有些 战都可以北战 不危险 没有可以百战百姓 有时的势力悬殊 怎么百战百姓 对不对 你试试他说 钢琴比赛 刚为的姐妹跟我说 什么比赛 根本连 黑黑 或短都没分得开 人家已经 搞定 我是百战不态 我不敢谈 我是坐在那里欣赏你 我没有输了 我改了身份 我是欣赏者 我不是比赛者 没有事 只可以百战不态 我们传教一样是传福音 你要知道对方是什么文化背景 你知道对方有什么思想是先入为主 是有什么力量令到他不肯信 那你才可以对症下约 你谁人都拿着那段 照读照读 将约翰三章十六指 倒背如流 那怎么办 所以 我觉得刚才那几句话 金句中的金句 也是世界三大宗教 特别是我们中国人 比较熟悉的几种信仰体系 是一个很好的指引 这个问题 详细讲上来 又不得了 过中又过中 过中又过中 这是神学院 哲学系 整年以上的课程 刚刚这个教母神学院 又开课 教了八个礼拜 每次两个几钟头 教了两堂 中华三教育 基督福音 如果真的详细讲 真是起码一两年的课程 我们现在只是长话短说几句 儒家就讲仁义礼智 公义怜悯 两关都过了 仁就是怜悯 义就是公义 讲谦卑 当才讲过 就偏于公理 算他一半 所以刚才那个行公义好 怜悯 传谦卑的心 与你的神同行 四项之中 儒家有两项半 都勉强有些分数 佛家就讲慈悲喜舍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生众福 这件事我们要知道 你现在去Chesswood 那个滴水线都可以买 那个就是春街 Spring Street那里 唐人街都有的 有那个人间福报 你知道佛家就重视那个报 就是十足好事我们去超级市场买多些东西 或者有些frequent fire 有些points 集完集完一些points 你们要升级 基督徒就不讲这件事 基督徒不是行为清义 是恩信清义 大家也知道 是不是 并不是我们做好事得好报 是为了做得好报做好事 我们做好事 瑜伽就说高一点 瑜伽就做好事为了心安 不是好不好报 这个如果你读过中学 当时的愚科课程 曾岳凡的圣节脈象记都说过这件事 中国以前的读书人 有些不喜欢佛教 主要就是这点 认为佛家说报应是一种功利 真正的愚家说良心 当下就已经满足 这个就是最高级的 其实更高级的就是 我们是上帝的主意 和令到上帝接受我们 得到他的月纽 所以 报不报应是在上帝的手 其实很多人以为 讲真报应是以为佛教的事 基督徒一样讲 圣经一样讲报应 凡是是有因有果 因果报应这些不是哪一教所能够专利的 问题是我们知道因果报应在神的手 像刚才唱的歌 我们知道谁掌管明天 这个世界怎样会有因果报应 一定有 有因一定有 这是常识来的 并不是任何一个宗教的专利 问题是在哪个的手 佛教相信因果报应在自己的手 在来生的自己 众善因是得善果 我们知道因果报应在神的手 他掌管审判 所以我们祈祷是应该做的事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将上帝当做CEO 哎呀神你真是听祷告了 我昨天肚痛 我祈祷今天不痛 不痛 痛不痛在神的手 是不是 我们祈祷是自己应该的 你祈祷肚痛不祈祷 但是 如果神认为我继续肚痛 是对我有利的 或者对我好的 只能够信服 你病好了 当然感恩 但是人出之 出之有一次是病不好的 不是世界人口的爆炸 我们知道 复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 这个很清楚 不是达官 简单 是我们知道 生命的根源在哪个手 是不是 这样你生平气和 千万不要说 你信你基督徒 基督徒就一样癌症 有些人有这个逻辑 所以信你做什么 你猜那个 我们不要说黄不黄大仙 黄大仙有钱不靈 在这东西 很多人 我们中国人重视功利 很容易将上帝黄大仙化 你想想 是不是 上帝听祈祷 上帝当然听祈祷 但是决不决定 是上帝的主权 我们不能够 祈祷神你答应 你答应 我就信你 你不答应 我就不信 我儿子今天考试试 神我祈祷 如果我儿子入到书尼大学 医学院就天天去教堂 如果入到书尼大学 就一个礼拜去半次 如果要回到香港 读中文大学 就什么什么 你现在跟上帝讲数 没有人这么荒谬 那个动机 其实都是功利 慈悲喜舍 当然佛教最核心的道理 就是我们长话短说 一句说话 我们时时说 你想讲佛教和基督教的不同 一句说话 只限你讲一句 就是说 圣经第一句说话 就是基督教和佛教的不同 圣经第一句说话 是什么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起初就有根源 上帝就有造物主 创造就有作为 天地就实际 说得这么快 听过就算数了 佛教这四样东西都否认 没有起初 没有上帝 没有创造 天地都是虚幻 一句就解释了 这么简单 你掌握到的长下短说 那是什么 当然你真的要理解 你才可以讲下去 如果不是 你只是念熟那句 别人再问你 不知道师父没有教 是这句 死了 如果你说 只准你说一句说话 佛教的核心是什么 不准说基督教的东西 只是说佛教 金刚经的一句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应该无所执着 住在那间屋 就是外乱那间屋 没有东西执着 样样你都看化它 样样都看开它 而生其心 这个生就解放了 你的心灵就很自由了 佛教的最基本的意义就是 佛陀佛陀佛陀就是觉悟 本身 这个是液饮 就是你的心一觉悟 山不转路转 如果我不转 我觉得是有外乱的一些 迷乱的一些 你一体化了 你知道这些是一种幻象 是因缘和合成为的假象 你就不会急着它 应无所住而生其心 我心即佛 但是佛教有个比喻 他说佛一生下来 因为自己心的觉悟就是佛 所以生下来就懂得上天下地 为我独尊 走七步 如果是这样就不用谦卑了 所以表面就讲了慈悲喜舍 讲到后来 所以就会国立山头 因为他觉得自己就是自己的主宰 所以中国传统的瑜伽思想也很容易 凭着良心我可以做任何伟大的事 良心在我里 我就是良心的化身 特别是我们这一行 最容易骄傲的做先生 做先生最好的朋友就是他的学生 做先生最大的敌人也是他的学生 学生崇拜他 佩服他 借他来捧自己 什么什么 先生就很容易飘飘 觉得中国自古以来 只有两个伟大的教师 第一个就是孔子 已经死了 不用说你就知道第二个是谁 你看我们的行家很多就是这样的 不用说出来就自然有那种骄傲 有很多学生你可以说他是专丝中道 摸高自己的长官就等于摸高自己 当今的学问最好就是某某某 某某我就是他的高足弟子 而某某某现在已经百多九十岁了 差不多了 所以你等五年之后就是我的 很多是这样的 打功夫的学长不是 人就是容易骄傲 个个都觉得自己是的存正宗 几多代的什么什么 所以行功二好联敏 全谦卑的心 真是好 当然道家思想 老庄那些 就叫人一切都是相对的 温柔善下 但是问题就是 他样样一看化了 就什么规范标准都没有意义 既然什么都没有意义 就没有手去公义 所以顺便有一提 中国传统那些儒家 理学家 这么反对佛家和道家 不是说门户之变很简单 所以大家如果有志于全福音 特别是有志于 站在中国文化的立场 什么呢 这些常识应该多读书 应该知道 为什么他们绝对不是客戏 门户之变这么简单 你看错了 他就是觉得 如果顺着佛家和道家内 人就没有了严肃的道德感 没有了规范 这个社会就崩溃 不行的 因为你样样看开 就是样样看化 样样看开看法 就没有了严肃之变 什么都没有道德 杀人都差不多 人那些人反正死 你想想 真是的 现在不是开玩笑的 你那样样看化 人是化 顺便又说了 真是职业的 你知道化字是什么意思 中文字 中国字很有道理 化字是什么意思 你说 人字面做的 那边是什么 那个字就是人的调转 你懂得旋说 不要只是看解书 你看古人多聪明 你如果英文 当然英文现在世界议员 奥巴马说 Change 那个N的音棍这么强 Change是变化 但你只是看C-H-A-N-G-E 你怎样看出变化 你说 真是严肃 前面C-H-A-N 以为姓陈 怎样加个G-E 你怎样知道 Change是变化 那是自小搞的 你因为自小搞的 你记住那个音 但是化字本身就是最大的变化 人是世界上唯一能够 长期正式直立的人 每个人都知道 最大的变化就是 Upside 头顶地尖 脚撑天花板 哇 杂技 那就是最大的变化 两个人一先一后 就是从字 两个人一左右 就是比字 比字 隔离就是比较 隔离就是比较 两个人对背脊 背脊对背脊是什么字 背脊 背脊 后来借这个字做North 的意思 古人 我们刚才解决错了 为何急口令 因为过中太多了 因为说 敗北 那些匈奴打输了 就去北 那如果汉人打输了 就敗南了 那边的北字不是North 那北字就是背脊 后来这个北字变成North 借了个音 于是我们就加个玉字 你知道背脊 下面那个不是个玉字 是个玉字 表示背脊 所以背脊 上面做个笔 那你就仿然答应 这些东西应该 你小时候 你妈妈教你的 我妈妈没教的 因为你外公没教他 知道吗 这些应该小学一年班 幼稚园的先生 应该教这些 有趣 现在事实上是 无论台北的师范大学 或者北京的学校 教西人学中文 都是用这个方法的 从文字的结构 讲出道理 让他知道原来是应该这样写 就不是说被迫这样写 是不是很明白 就是这样 北字就是背脊 什么叫敗北 打败仗 找个背脊向着的敌人 打败仗 没人找个濕口向着的敌人 捅多两刀 真是确实 背脊突然有挥处 走啊走啊 找个背脊对着敌人 所以就叫敗北 是这样的 是不是很明白 而且不是作出来的 不是罗亚 不是罗亚方舟 旋舟八口那种 你说我那时候没有碰到这样的先生 一个人十一岁 以前的东西不懂 就可以赖先生赖妈 十二岁以后的东西 麻烦你自己负责 等于以后这些说话都讲了 每一个人的面貌 无论男生的样子 或者女士的方容 不知道十几岁以后 你自己负责 你自己干嘛不做非嫂 干嘛不注意营养 你不要赖妈 是不是啊 妈都不想你这样的嘛 你自己自立了 有意志 你就要读书也是 你说先生没有教你 你干嘛自己不找书看呢 我不知道找什么书看 那你干嘛不问先生呢 是不是啊 你先生不懂 那先生不懂 我问另一个先生 你有学问的兴趣 你自然懂 不好意思来到你走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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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所以呢 此外 你说到最后一道了 伊斯兰教和犹太教 都和基督教一样 虔誠 敬拜 獨一的真神 这个又用我们宗教的常识 我们知道世界的信仰 是两大类 一类就是相信自己的 一类就是相信有神的 相信有神的 有些是相信很多神的 有些是只相信一个独一真神 基督教 犹太教 伊斯兰教 就是三个 所谓独神宗教 相信独一真神 旧约那部分 基本一样 大家知道了 那有什么不同呢 这个应该知道了 你知道基督徒传福音 最难的 最大的对手 就是伊斯兰教 未有来 不是中国的思想 在中东地方 全是极难极难 这个是常识来的 你去回教的人 全道极之难 这个有兴趣 我记得知道他的屏幕 那不同在哪里 譬如回教 犹太教 都是极难的 因为他们一样有个独一真神 一样 其实都是耶和华 Online 那些 有什么不同呢 要知道不同 我近来最幸福的说话 就是说 中国人最容易说 而最糊涂的说话 就是 什么宗教都教人为善 有良心就可以了 如果什么宗教教人为善 因为世代三大宗教 到现在还是定立的 就是那个基本底线 是不可调缘 不可这个是愚烈的 不可调和的 就是那点才是不同的 是不是 佛教相信人的心的 佛教没有所执着的 基督教相信 做物主的在外的 那怎样 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 主要就是他们没有承认三位一体的基督 所以我们叫做基督教 耶稣基督在回教看来 就是一个义人 一个先知 在犹太教看来就是一个反叛的 并不是神 微彩亚魅利 几不同 很多年前 那个郑大班大家看过 那个龙门镇 不看就真的好了 犹太教基督教 都相信耶稣 我抓住 相信耶稣我还是犹太教 你都不懂他 不要乱说 那些人是自信心很强 这个人是聪明的 自信心很强 自己爆炸膨脏 所以 行功二好 联敏 全谦卑的身 全部有的 伊斯兰教 没有什么 与你的上帝同行 他的online高高在上 是不是 我们的神固然高高在上 但是同时有道成肉身 和活在我们中间 体验过人间的喜怒哀乐 尝试过人的种种限制 耶稣基督做过人的 那33年 就与我们同行 这个就是我们最大的不同 所以 就是 有至于对其他信仰的人传福音 或者至少自己想清楚的人 我们想想是否可以 来想一想 好了时间已经够了 好多谢各位的时间 感谢观看 谢谢大家